提灯定损事件,房东射死,三点问题亟待解决,否则不仅影响江西旅游业,江西打工人更受伤。 玉山恶霸房东这次可摊上大事了,甭管你郭某在村里宗族势力有多大,平时仗着族人多又有背景,如何嚣张跋扈,一旦影响到全村的利益,恐怕今后在村里也不好混了。 皮灯定损事件震惊全国,面对义愤田英的网友来自四面八方的举报,郭某的六层疑似围建房到底拆不拆,拆了郭某的,其他村民的同款围建房也得拆。 要知道,在2023年,上饶玉山县城管局执法队就依法拆除过一处占地面积165平米的三层新增围建房,并在当年10月通过媒体发文,围建应拆尽拆,严厉打击围建。 人家三层新增就属于围建,郭某和村民的小洋楼都马到六层了,是否围建一目了然,且不说郭某所在的村,之前是如何躲过城管打击围建的,如今是闹大了,全村的围建房或将面临非拆不可的局面,影响到大家的利益,这一切都因郭某而起,你说被千年的村民会不会恨他,恨得牙痒痒。 郭某一家吃相太难看,不光坑租户,还坑供应商,跟他家做买卖,还得倒贴,周八题也不过如此,射死是他活该。 可是,光郭某射死就完了吗?提等定损事件迁出的一系列问题该如何解决? 第一,郭某在租客陈某退租时,向其大额索赔的行为算不算敲诈勒索,如果以构成违法,该不该追究其刑事责任? 第二,实名举报郭某的建筑工人,装修师傅,供应商老板,他们的被欠款能否追回? 第三,郭某的六层小洋楼是否属于违建,又该不该拆? 对于第三点,当地相关部门在昨日给出回应,根据人民法制等多家官媒报道,当地城管局已成立专班,针对是否违建展开调查。 对此,有网友表示,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,将会影响到整个江西高达2000多的点赞,也代表了大家的心声。 实际上,提等定损事件的恶劣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江西的旅游业,很多原计划前往三青山等旅游景点的游客因此改变形成。 当地某旅行社原本二十多个共计千余人的旅行团纷纷退订,很多预定御山民宿的游客也要求退订。 受提等定损事件影响,上饶陵山景区甚至打出,没有磨损费,只有29.9元门票的口号试图挽留游客。 除了旅游业,提等定损事件也影响到了无数的江西打工人,要知道,江西市劳务输出大省,无数勤劳的江西劳表在全国各地打拼。 然而,郭某这颗老鼠史,很可能直接导致用人公司对江西人产生刻板印象并排斥,一旦他们因此失业,没钱打回老家养老婆孩子是否也会影响到江西的经济。 所以,网友的这条热评很有道理,那么如何挽回提等定损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,就需要当地相关部门对此事件尽快做出公正公开的处理。 对于郭某的房子是否违建,认定违建后如何处理,这是第一步。 无数网友在等待当地城管局、住建局给公众一个合理合法的处理结果。